大家好,我是白同学,今天又是一期硬核的内容 记得小时候还经常听到有关于手掌上的失业线、生命线的说法 这些可能是我对于首相最早的记忆了 中医里面有望闻问切,而其中的望就是自诊之手 望无非就是观察,观察些什么呢? 观察的就是一个人的神色、形态 通过这些外在表现来判断一个人的内在情况 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我们今天要说的首相 其实也是在望诊之中的一项 难道观察首相真的能看到一个人的命远变化吗? 接下来我们就系统的来了解一下首相这回事 在中医里面有一种叫做手枕的记法 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观察病人手掌的纹路、色泽 来判断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与否 而且这项记法最早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之前 在唐朝时期,手枕慢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在这个时期也正式出版了第一本关于手枕的书籍 这本书籍叫做《水净突厥》 作者是王超 就这样手枕一直被传承了下来 说到这里 由于没有现代的举证 可能还有很多朋友觉得这些都是封建糟糠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在1956年时 我国制定了食指纹分析法 没过多久 此法就被应用到了临床和司法系统之中 也就是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记录指纹 到了1970年 美国出现了一本叫做《皮肤文理学与疾病》的著作 其中讲的就是手纹与身体疾病的关系 其实也就是和我们唐朝时期的水净突厥差不多 但是水净突厥的出现早了一千多年 古人常讲食指连心 其实也就是说 手掌和手指的外在表现就是能够展现出一个人的内在情况 通过上述的内容我们知道了 可能通过观察手掌真的可以知道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与否 那么通过手掌有没有可能知晓一个人未来的命运呢 其实关于手掌这回事的记载 不只是存在于华夏历史之中 在东南亚地区也十分流行这个说法 后来我打听了一下 他们所讲的看手掌和我们历史中记载的有些不同 其中内容要更为玄幻一些 简单点来说就更为质怪一些 调查以后发现 原来在古印度地区也有着关于手掌的说法 从印度各地废墟的壁画和婆罗门的口碑中 都不难发现关于看乡的说法 据说是神流传下来的技法 我们的手掌学可以追溯到周朝时期 并没有那么玄乎 周朝的宫廷中甚至还用手掌技法来挑选人才 这倒不是什么奇事 毕竟周文王是玄学大师 所以宫廷中有着玄学的色彩也很正常 当然流传归流传 在当时没有形成什么书籍 也可能是我们没有找到 到了西汉时期 出现了一位相学大师叫做许富 许富曾经写了一本叫做《相法十六篇》的书籍 其中有一篇就叫做相守篇 这也是最早的关于首相的著作 当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所谓首相其实也只是相书中的一小部分 那么相书篇是如何解释首相的呢 许富所作的相守篇和后世所讲的首相有些不同 首先许富认为人的左右手都可以用来看相 只不过其中分为先天首相和后天首相 右手为先天首相 可以决定七元的80% 左手为后天首相 可以决定七元的20% 除此之外他将首相区域按照八卦分成了八个大区 八个大区分别是 坎 耿 正 寻 黎 坤 对 钱 这八个分区分别对应着 七 财 子 禄 田 宅 父母等八种俘虏 哪一块龙起就说明哪一块的俘虏重 哪一块轻薄就说明缺少这一块的气韵 当然这些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好谱 具体关于文路上的分析我们就不阐述了 我们只是来简单看一下古人理解首相的方式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大家看完首相区域划分有没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是不是和面相一样 是的 其实古人相学都是一个体系出来的 大部分相学的理论基础就是基于阴阳五行的说法 然后对一个区域进行分区 分区之后开始不断的进行举例对比 经过几十年的对比之后再记录结果 长此以往一本相书的书籍就出现了 也就是说相书其实就是统计学的结果 那么我们继续按照统计学这个结论来推断 首相合理吗 其实不合理 但是要说准确率的话 那么肯定是有一定的准确率的 所以说首相和我们之前讲的面相 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但是要注意一点 古人的认知和我们今天是有差别的 所以说要想真的验证相书有没有作用 那么今天就要重新统计一遍 然后重新写出一本相书书籍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说不定可以千古留名呢 我相信肯定是有一定准确率的